CN新闻传消息者蔡明轩一台报道 要怎么样提升产业的竞争力 跟学术界合作绝对是有密切的关系 像是教育部协助台北科技大学 成立了光电材料技术研发中心 每年跟超过60家的厂商合作 研发新技术 缩短了产学界的落差 也达到双赢的效果 同学做起实验来认真专注 在光学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成分 不过这样的场景可不是一般的研究室 而是光学材料技术研发中心 四年前由教育部辅导成立 不仅拥有完整的资源设备 更与产业界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利用我们学校老师跟设备资源 来协助我们的中小企业或传统企业 来做这个升级 包括协助厂商做新材料跟新制程的开花 透过学术研究协助产业升级 也让投入实验的师生跨出校园 研究能够真正符合实际需求 跟上产业界脚步 以光电材料研发中心来说 平均每年合作厂商就超过60家 技术经验不断提升 也让同学提早做好进入业界的准备 训练的过程里面 我想对学生是有很大帮助的 他的研究是深入 而且是符合实际的 特别是公司方面的研发能源 他们是比较讲求效率 时效 价格等等 这有时候在存学术的环境里面 是不会去考虑到这些因素的 产业与学术界交流合作 已经成为一股趋势 就于不从92年开始提拨经费 补助技专院校 共成立了40所技术研发中心 促进学术与产业界合作 缩短两者落差 渴望提升产业竞争力 来达成双赢的局面 在内新闻林亭志生台北报道 还有但您关心的是黄历 今天是5月4号礼拜天 也是农历的3月29号 那么不适合